政治家點那來關心的是昨天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侯友宜成立了商業後援會 那麼侯友宜致辭的時候表示 現階段民黨做得不好就應該換別人來做 那麼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則說 讓民黨下台反省是台灣當前的駐留民意 大家沒有信心 大家通通都把炮口對著自己 我們不可能1.26能夠大勝 我們國家的安全碰上了最大的挑戰 就是兩岸之間 在民進黨執政底下兵凶戰略 所以不得不才要延長兵役一眼 這個是在這個狀況底下 我們想想看 如果兩岸之間能夠降低衝突 如果能夠務實的交流 我們是不是不要走到這一步 我們雖然一定要堅強提升我們的國防智慧能力 也要跟美方一個堅強的盟友 大家一起努力的合作 也要深入民主自由 但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回歸過來 把兩岸之間能夠穩定下來 侯友宜強調政黨輪替才有辦法安全的走下去 那麼國民黨接下來會在台中 桃園都會有造勢活動 那麼就是為了在全代會之前 要拉抬侯友宜的聲勢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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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